导演扭成则被曝挂名监制的电影《清河南高》 前天在国定古迹原日本海军凤山无线电所进行拍摄 拍摄的第一天剧组人员作为无搭彩拍时 就不慎踢破了古迹墙壁 造成三处破洞 高雄市文化局立即要求停止拍摄并提告 所以等于是第一天就不小心就弄坏了 第一天 是第一天吗 因为在前天的一个无戏的彩排 然后可能不慎 然后就造成墙面的损害 那这个部分在拍摄就是彩排结束之后 无同人有发现 那因此立即要求停止所有的拍摄的行为 文化局文化资产中心主任林尚英表示 原日本海军凤山无线电所 是1917年日本在台时期建造 遭踢破的墙面是以纱灰木条混合猪血糯米砌成 被破坏的墙面会尽量以骨法完成修复 苹果日报地方中心高雄报道